欧洲我就不晓得您熟不熟 可不可以一并跟您请教 他想知道呢 他的这个假期 其实不到两个礼拜 但是呢 又这个听说 现在欧元跟美金兑换起来 去欧洲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不晓得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如果这段期间 想到欧洲去走一走 看一看的话 哪边是最方便的呢 这可不可以 请我们四季旅游的Simon 帮我们解答一下 是的 如果已经只有两周左右的时间 因为我是第一次想去欧洲的话 我相信的话 最佳的参观的国家呢 无疑是从意大利和法国 这两个国家开始了 因为这两个国家 从历史文化到建筑上来讲的话 都是您第一次去欧洲的 一个最佳的选择 那么在最佳的时间点的话 我相信呢 三月到四月份之间的话呢 在欧洲呢 已经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段的话 如果您选择去 意大利或者法国呢 将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哦 刚好也不冷也不热 那刚好就是 跟我们洛杉矶天气差不多的时候 现在去走走其实是最恰当的 那如果我们要去欧洲 您刚推荐的意大利跟法国的话 这个你说两个礼拜最恰当 去那边的话 是不是也是像您刚刚讲的啊 这个疫苗啊 打针啊 或者是这个PCR的这个检查 在欧洲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说一下 可以的 那么这条线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从意大利开始 我们会飞到意大利的罗马 会参观意大利的罗马 佛罗伦萨 维尼斯 尼兰 这些地方 然后还会经过了瑞士之后 会到达法国巴黎 那这个11天的线路呢 目前为止呢 从官方的角度上来讲呢 都没有对疫苗的 严格意义上的检查和限制了 嗯 OK 你刚刚讲过 这个中间还经过这个瑞士啊 对啊 我们知道我们3月27号 也要出发了11天线路 那就是非常清华的 选举到意大利全境 包括到瑞士 在瑞士特别的停留两天 然后到达法国的巴黎的一条 经典线路 11天 哇 好耶 所以像这样这个行程 说实在的 因为我自己去欧洲那么多次 我觉得意大利跟法国 真的是去不腻 而且不同的这个 月份去 看到的东西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如果真的只有两个礼拜 要好好的去游欧洲的话 就像我们Simon所推荐的 意大利跟法国 它里面的历史 它的古迹 它的文化 它好吃的东西 它可以看的经典 其实是最精华 直接到那边去 是最划算的 是不是 是的 是从性价比 就像主任刚才你讲了 从欧元对美金的这个汇率 还有目前为止 整个旅游季节和这个 疫苗的开放程度 还有对于整个疫情的控制状态 大家来讲 选择欧洲无疑是目前旅游的一个最佳选择 太好了 所以刚刚您讲到说关于签证问题 不管你是这个中港堂的护照 中港台的护照 又或者是呢 您是拿这个美国的这个护照 现在要去欧洲 是不是也都是比较简单啊 还是说特别其实 如果是中国护照的话 还需要再办签证 也是要一个等待期 要提早准备的 美国护照到欧洲去的话 就不需要签证了 但是如果您吃的是中国护照的话呢 还是需要办理一个申根签证的 这个申根签证的话呢 目前为止从您预约到 这个拿到签证 您预计需要三周的时间 三周哦 所以如果是想说要四月出发 现在真的要快了耶 这个不能够随便延的 要赶快 那是旅行社都可以搞定嘛 对不对 是的 我们旅行社可以从帮助您预约 到帮助陪同您去签证 到整个拿到签证 一条龙都可以来替您做招 太棒了 有专业的人帮您做专业的事情 真的方便非常多 再次谢谢我们 世纪邮轮旅游的市场部 这是我们的Simon 跟我们做这么详尽的一个解说 有问必答非常清楚 谢谢Simon 谢谢